REMAX RELTRON地產 Tony Lai 幫你最短時間買賣得最好價錢 最少麻煩得最肯聆聽 榮國REMAX RELTRON地產 白金地產會大獎 Tony Lai 是你地產的Super Guy 早安 如果我告訴大家 用一些循環作用的環保紙 再接成這麼小的三角形 就可以變成桌上高的東西 去幫助中國一些需要關懷的 或有愛知病的兒童 你們相不相信 我相信 因為如果我們有愛心的話 我覺得甚麼都可以做到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 加拿大智行基金會的兩位朋友 他的會長Ron Lee 以及老師 即是摺子的老師 Fanny在我們當中 首先要提醒大家 6月19、20日 在這個萬感廣場裡 我們將會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摺子的行動 我稍後會慢慢告訴大家 這個時候第一件事 你記錄下6月19、20日 19、20日 1點到5點 將會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摺子行動 早安,Warren 早安,Warren 早安,Fanny 很感激你們上來 因為我覺得 往往我們很幸福的時候 很少會有人在一個繁忙裡 抽個時間 竟然去關心一些我們都不記得的小朋友 跟我們說一下這次的行動 是一個甚麼的行動 主要就是因為中國目前有很多外資孤兒 他們在很多個省陣 差不多有五、六十萬個那麼多 我們加拿大自行基金會 最主要就是希望透過我們在海外呼籲 做籌款活動 將那些善款捐回中國 幫助這些外資孤兒去讀書 目前我們的會員已經在資助一萬個學生 但是一萬和五十萬比較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們很希望做多點工作 透過很多宣傳活動、籌款活動 盡量幫多些小朋友回到讀書 今次我們舉辦這個摺子活動 主要就是提醒加拿大的家長 中國裏面有很多很不幸的小朋友 同時希望那些小孩自己 也可以知道 珍惜自己父母的愛 還有知道自己很幸福 經過這個摺子活動 希望讓小孩用這些 親手做的摺子的藝術 用行動來表示對父親節 對自己父親的愛意 這個真是好好的日子 就是父親節 剛剛好就是那天 Fanny老師 我真的要跟你學學 你剛才說 用這些環保的紙 不要再浪費 要這個 成為這個三角形 如果大家… 如果我們高清電視台 你不說 我真的不知道 全部這裡的… 都是這樣摺出來 雞蛾、天鵝、龍 甚至後面的花籃 都是這個摺出來 全部都是用環保的紙 很厲害 Fanny,你在哪裏學這種手藝 以及你怎樣研究出來 就…自己一個興趣 是 之前就見到老人家摺這些 那些技好玩 玩一下玩一下 自己就… 了解自己的興趣出來 然後就… 一直想到不同的那些作品出來 很有天分 摺得這麼漂亮的每一款都 那你為何會… 我又想問Fanny 為何會參與了加拿大自行基金會的一個… 因為有很多種活動 為何今次呢? 今次會幫忙呢? 因為我又看到電視自行基金… 幫那些外資孤兒 每年都有這些活動 偶然就認識到不同的朋友 對,不同的朋友 我就認識了 看到都挺好自己可以… 一起參與 對,用一點力量 幫助中國外資孤兒 就是這些小小小小的人 認識了去做盡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那個… 團體能力是很厲害的 Warrant在這麼多年 你來…最初不是很多人 直至到月一、月來 遇到人知道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轉變 和自己的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 是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工作 因為你每個人有些人 甚至乎你們開始發起人 他放下了自己的行政總監 CEO的工作 把自己的工資去贊助 所以感動了很多人 沒錯… 你看到的那個轉變 和那個實際的幫助 你自己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個歷史 這樣的 智行基金會 就在香港1998年成立 最初就是由我們的創辦人 杜聰先生 自己一個人 就是以自己的力量 和自己的積蓄 去幫那些小孩 最初他是由一個變成十個 接著就一百個 但是越幫 因為中國外資孤兒問題很多 越幫就越多那些小孩 來找他 他要求他幫他們讀書 生活 這樣 他就發覺那個情況是很危急 因為那些人多 還有那些小孩 他讀書的機會很短 因為你過了他讀書那段時間 就是他們沒有可能回頭了 而且有很多小孩 他的慘況是 父母兩個都已經是愛知病死了 變成他們就無依無靠 然後自己就很小 照顧不到自己的生活 他在這麼危急的情形之下 他就決定自己放棄自己那份人工 放棄自己那份職業 全身投入去智行裡面幫這些小孩 初初成立的時候 他都是用自己的人事關係 就是在他做工的同事 朋友網絡裡面 就是要求一些人來幫忙 幫一下幫一下就越幫越多 就由一百個變成一千個小孩 我們的負擔就越來越大 所以他就做得很辛苦 在很偶然的機會底下 我在2004年就發現了 中國有這些愛知孤兒的問題 我就聯絡杜聰先生 成立了在加拿大一個分會 我覺得很值得幫這些小孩 也都很值得幫杜聰先生 我們成立了這個分會 就在加拿大呼籲和籌款 在2008年我們就在溫哥華 也都成立了一個分會 兩邊東西岸合作 向加拿大的華人宣傳 和做這個籌款活動 自從1998年至到現在 就是由杜聰先生 初初自己一個人成立 直至到現在我們的會 在香港是一個註冊的慈善機構 也都是中國政府唯一一個 承認的海外慈善團體 可以在中國幫助愛知孤兒 我們目前正在幫一萬個 愛知孤兒上學讀書 其中已經有幾百個入大學 甚至已經畢業了 很有成就感 這個父親節裏面 我相信大家的朋友 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我想留給國語的時間 跟大家說 因為Warren和老師 廣東話比較厲害 但幸好我們的理氣 兩種語言都通 所以沒問題 你幫我們說 因為這個這麼小的三角形 到底是怎麼接的呢 怎麼由這麼漂亮的三角形 可以變成一個 這麼有意思的藝術品 言之可以幫到愛知孤兒 待會過月的時間 我就交給Warren 繼續留在這裡 還有Fanny 可以教我們的觀眾 我們在旁邊看 我都會想 畫飯兩位 你也要學會長 你也要學會長 所以回頭 希望會長 都繼續和Fanny留守 我們所有觀眾 都支持這個行動 6月19日 20日 1點到5點 在萬感廣場裡 有這麼有意義的摺紙行動 報名費相當便宜 5元以上 大家其實是捐的 捐錢 所以我相信 這件事這麼有意思 幫到我們自己的同胞 我們應該一起齊心 齊齊幫參與 回頭交給陳仲大哥 和李希 這麼有福氣地 可以學到這個 這麼有意思的小三角 關上頭 和大家繼續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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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